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既无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泄 亚伯兰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四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四 以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四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 说 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意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耶和华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乌尔 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 你为我娶一只三年的母牛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斑鸠 一只除鸽 亚伯兰就娶了这些来 每样劈开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的百列 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鸟下来落在那死出的肉上 亚伯兰就把他吓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地睡了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意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想大寿数 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伯丽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 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意 从埃及河直到柏拉大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喜人 贾摩尼人 贺人 比利喜人 历伐阴人 亚伯丽人 加南人 格加萨人 耶布斯人之地 经过前面的战争 人与人之间的背叛 国与国之间的背叛 亚伯兰他参与了这次的战争以后 他非常的害怕 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想太多 只是一心地要拯救罗德 但是事件过后 他才回想自己的人力与他们的悬术太大了 因此当他静下来的时候 非常的担心 那些国家会联合来攻击他 毕竟亚伯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游牧民族 周围没有任何的城墙来保护他 也没有自己的诚意 随时可能会被敌人来冒犯 对亚伯兰来说 每天都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 之前不管如何 亚伯兰没有树立敌人 但是经过前面的战争以后 他跟那些城市结仇 并且都是他周围的城市 当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 对亚伯兰说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并且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没有城墙 没有任何的外在的保障 但是耶和华是他的保障 这是一句多么安慰人心的话 特别是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保障是什么呢 当年的大卫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他也没有任何的保障 生活在野外 没有诚意 因此大卫也学习了耶和华是他的盾牌 耶和华是他的山寨 耶和华是他的岩石 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的保障太多的时候 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也就会减少 上帝为何让亚伯兰过着克里的人生 就是让亚伯兰学习上帝是他一生的依靠 是他的盾牌 离开自己的本地 本族 富家 来到迦南地 人生地不熟 这边也没有亲戚 住在别人的土地上 对亚伯兰来说 真的是需要很大信心上攻克的挑战 正是因为这样 亚伯兰的信心不断地增长 在上帝里面他找到了真正的平安 当上帝说要大大赏赐他的时候 亚伯兰就提到了后裔的问题 上帝告诉他 从他本身所生的才能继承他的家业 亚伯兰这个时候年龄越来越大 妻子又不能生育 但是因为上帝说的话 亚伯兰就信耶和华 耶和华因此称亚伯兰为义 紧接着神就与亚伯兰立约 这也就是信心 其实是建立在双方的约定上面 在那个年代 城市与城市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 他们会联盟 他们也会立约 前面四王与五王的战争 也是他们之间互相有约定 但是我们看到里面还是充满了背叛与毁约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守约 是慈爱的神 在这个地方上帝与亚伯兰立约 并且用当时立约的方式 就是牲畜批成两半 如果有人毁约 也要把那人批开 这就是立约的决心 其实在这里上帝对亚伯兰 应许未来他的后裔 向天上的心海边的沙 并且上帝用立约的方式 来证明他的应许 耶和华主动地进入到约中 并且主动地尾身 上帝透过约建立亚伯兰的信心 其实信心是建立在约的当中 虽然亚伯兰信有上帝 但是对于未来 他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 还有很多的不知道的 因此上帝用约来鼓励亚伯兰 约是双方的约束 这个约是上帝主动完成的 并且亲自成就的约 信心其实是建立在神的约的上面 没有约 我们的信心也不会产生 信心也就是从神而来的 今天我们的信心 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 恩典之约上面 在约的里面 上帝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告诉亚伯兰 他的后裔要去寄居别人的土地 四百年的时间 并且直到四百年以后 上帝才会把迦南地 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在亚伯兰的有生之年 亚伯兰是得不到迦南地的 并且就是子孙 也要四百年以后的事情了 并且是到第四代 才能得到迦南地 可能如果是我们 当时听到这样话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放弃了 我们对迦南地已经不感兴趣了 因为今生得不到啊 并且还要等到第四代的子孙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但是亚伯兰 圣经描述他 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因此亚伯兰是凭着信心 离开世界的 在神与人利约当中 让我们看到 人实在是太有限了 上帝他看到了 我们未来几百年 要发生的事情 神看千年如一日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 我们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当上帝说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是真的是无法掌控 但上帝却是主宰历史的神 因此对于我们唯一的保障 就是约 在神与我们所立的约里面 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伟生 在约的面前 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但是上帝却愿意与我们立约 并且愿意伟生到这样的约中 并且神他主动来成就这样的约定 因此圣经说 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透过今天的经文 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不要惧怕 不要担心 把我们的信心 把我们的安全感 都建立在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当中 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 可能我们会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们会经历各种各方面的挑战 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没有什么安全的保障和屏障 但是神是我们唯一的盾牌 当然 如果我们有太多的保障 也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 神才是我们唯一的保障 并且也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心 要建立在神的约的当中 让我们完全地 伟生到这样的约定当中 让我们也羡慕 那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 这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 唯独上帝给我们将来的永恒的添加 才是永恒的 才是永远的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通来安静祷告等候神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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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